大悲不退转 它是为了在轮回里面度众生 希望大家成就等同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是诸佛大悲的总集的力量 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 未来也不断视线成佛 所以大家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能够立以众生 好 这边还有几个问题 我很快回答 世间上有两件事不能等 请问是哪两件事情 好像一件事孝顺父母 一件事是修行佛法 当然这是一些智慧者所讲的话 如果有人表面上对于三宝很恭敬 也很舍得 心里却做见不得人的事 他会得到功德吗 这个人表面很会出钱 私底下乱搞男女关系 这些人他会有一点福报 有漏的福报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但是他烦恼还是很重 他可能会去享受一些福报 但他将来可能会下地狱 这样 因为这个是公平的 所以我们对他们只能同情 也尽量影响他们 磨是在心里面 那福建说磨有四种磨 烦恼磨在心里面 天子磨在外面 所以佛陀在修行 像各位你发心 发菩提心磨就会来找你 所以你要多拜 韦陀 且兰菩萨 那这个磨也是 心磨引外磨 内神引外鬼的 所以内在有烦恼磨 外在有天子磨 身体有死磨 还有你的执着 你的色受想形式 无蕴磨 所以呢 当然 但是究竟来讲 是在内心里面 内心里面这个 我持烦恼磨 你就会干扰到 外磨来干扰你 所以一个修行人 有所求的去禅定 有所求的去刷新 磨就会来找他 那磨攻他的心的时候 他就认为 我跟你人睡觉是OK的 我可以吃肉 你们不能吃肉 因为他已经磨攻心了 所以他就会讲出 做出一些 很不合理的事情 要怎么样才算一个 真正的修行人 善良 慈戒 谦虚 保持智慧的关照 不离大悲心 成就菩提心 我想有种种的讲法 但是至少他是一个 善良 道德 不执着的人 然后呢 所以各位你要表扎 你的一个形象 慈悲 又有智慧 最后两个问题了 所以 在现在末法 各位看网路上 你知道有很多是 不是善之士 甚至 很多在家人 认为他自己是佛菩萨 甚至在家人要去 控制僧团 这些事情一直发生 但是身为出家人 我们只能一直回向给他们 一直回向给他们 替他写消灾牌尾 替他超毒身上的这些冤金债主 希望他有 但是你 如果你有 你可以写信给他 但是你不能公开 公开 而且回向给他们 围绕他身边的这些可怜的信徒 或是出家人 然后呢 佛菩萨的力量不可失忆 但是内心保持悲心 但是分不分辨 就是说你有没有正知正见 如果你自己发心也很正确 知见很正确 你就会看到正确的 就像我们看设例子 不一样的动机 不一样的发心 看到不一样的像 所以修行要有 有开法眼 会眼 法眼 你至少会分辨对错 那当然如果不会分辨 那你要一直善之士 一个好的老师 好的师父上师 但他可以跟你分析 对跟错 但是你千万不要 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事情 如果有菩萨化身 他会让众生疑心 但我们有疑心如何对峙 我想这个疑 佛陀教我们 对任何佛法 你要以怀疑的态度 去分析它 但是你分析完以后 你觉得他真的是 如理如法 那你就要强迫自己 去相信他 这样可以 但是一般时间 有观察期 就像你们 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一开始也是 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你们交往一段时间 终于决定 嫁给他 或娶他 事实上那还是错误的 但是世间法 也是如此 但是没办法 但是佛法是 佛陀讲的最好 按照经典 按照戒律 永远不会错 你自己也不想看经典 听闻经典 自己也没有好好的持戒 那想要 三骑跳 或是如何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 这个末法 不要一直去讲别人的错 为什么 你一直讲对 黑暗就不见了 这样了解吗 有些人是业障很重 对的都讲不出口 坏得很会讲 从来没有听过他讲什么佛法 然后他讲别人的缺点 就讲一大堆 这就是业障很重的人 那我们修清净观的人 这个人再怎么坏 我也看到他的佛性 同情他 观想转化他 但是 不忍心讲他的缺点 因为对方也是我们的父母 他现在活的 就像那时候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你好好观察他 以后他总 你可以读他 至少他死了 你可以读他 看他如何 但是你不用急着 现在毛毛照照的 要去说对方错 最近各位会看到 媒体上 网路上 很多佛教团体在说 哪一个佛教错 哪一个佛教错 这是末法不好的现象 你千万不要 随喜这个恶业 也不要加入这种痛苦 我们自己好 后来增加自己的悲心 你亮起来 那些黑暗就会亮起来 世间人就在追求一个真理 那你把自己视线很好 让他有机会看到你的真理 你不用去打击黑暗 不需要怎么做 因为他们自己 有自己的可怜的夜暴 我们同情就好 好 念一下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宝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静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果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朝时期 孔子门生之中德行出众 以孝行著称的民子谦 在他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孩子 起来喝口水吧 你都跪了整整一天了 为了更好地照顾民粹 父亲续娶了一位妻子 父亲续娶了一位妻子 母有弟弟了 后母生了两个孩子 民孙多了两个弟弟 乖 孩子过来 有你娘在家照顾你 我也就放心了 记住 在家要听你娘的话 父亲 放心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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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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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外出以后 民笋的生活就在砍柴挑水之间飞快动过 家里所有的重火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 但是民笋对此却没有一丝怨言 民笋 还不赶紧干活 屁完柴火就去把水缸里的水给填满 来 是的 母亲 是的 母亲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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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吵了 你们俩都有 母亲 一人一色 来 当民笋看见继母给兄弟夹菜 不禁想起生母对自己的教会 真好吃 孩子 快下来 不 我不下去 孩子 下来吧 孩子 当心 我要抓鸟吗 扶点鸟就好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就好 娘 我知道 我不该不听您的话 我错了 你忘了 娘昨天怎么教育你的了 父母呼 应误还 娘 我知道了 父母呼 应误还 父母命 行误来 父母叫 需静听 父母则 需顺畅 娘 娘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听话 真好吃 我还要 你愣在那干嘛呢 吃完了就赶紧出去 后院还有好多活没干 是的 母亲 我马上就去 冬天马上就到了 从今天开始 你晚上也出去批柴 要不然我们冬天怎么过 是的母亲 孩儿一定要多批柴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母亲 没有了 去吧 是的母亲 孩儿这就去干活 您慢慢吃 慢些吃 当心噎着 这孩子平时吃的不足 看去活的 倒还一点都不含糊 挺好养的 快一点 你应该不吵 好 好大的胆子 竟敢又偷奸耍滑 还不快点干活 母亲 我错了 错了 错了 还不赶紧干 这眼看就要入冬了 你想冷死我和你弟弟 还不快点干 今天不把这些柴火全都弄好 就不要睡觉 母亲损在如此艰辛的日子里 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 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她的教诲 天都大亮了 你还不起来 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 睡什么懒觉 是的 母亲